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一汽車以這個因素的二十分之一 速度向靜止的觀察者行駛時 與背離 觀察者行駛時 聽者所聞汽車提升頻率的比 就是說汽車往這邊走的時候 聽到頻率會比較高 往這邊走的時候聽到頻率會比較低 那問他的頻率比多少 那我假設靠近的話 聽到頻率是F1 我們就代公式 我們公式的話就是說 大V加減VS 因為它現在是遠離觀察者 所以頻率的話 它的效應是增高 增高的話 所以這裡應該要用減VS 這裡是V 本來加VS VO就是觀察者的速度 那觀察速度等於0 所以就這樣子 就是等F0 Fs波遠的頻率 同樣道理 如果波遠是遠離它的時候 它聽到頻率變小 這裡就變加的 所以F2 這等於多少 大V加VS 所以大V VS Fs 那這樣的比是多少 他問比 所聞氣力頻率 所聞氣力頻率 那一筆多少 一筆比下來的話 這個F1 比下來 這個通通可以消掉 這個都消掉 大V減掉VS 大V加上多少 不對 這樣一筆的話 這個上去應該是加 那這個應該是減 減掉VS 那這比是多少 那我上下把它處理大V 1加VS 處理大V 1減VS 處理大V 那1加VS 這個是二十分之一 所以上面是 1加二十分之一 是二十分之二十一 它就是 1減掉二十分之一 所以是二十分之十九 所以是二十分之十九 所以是二十一比上十九 所以就得到 F1比上F2 等於二十一比上十九 谢谢观看